3月3号关于东京奥运会推迟到年底的新闻在网络刷屏 日本奥运大臣乔本胜子表示 如果疫情无法得到控制 东京奥运会可能会延迟至年底开始 东京奥运变成冬季奥运会带来哪些问题 首先延迟或影响田径选手发挥 一般运动员7至8月份将状态调动到最高峰 如果东京奥运会推迟 迪温夏运动员状态很难达到巅峰 且会导致运动员室外赛季变成以往的两倍失常 正常备战周期将受到挑战 马拉松可能是唯一一个有力项目 因为运动员在5至10度时成绩更好 该项目有望产生史无前例的好成绩 2.NBA和足球大牌参加存疑 诸多顶尖职业体育赛事都有自己完整的赛季 其中三大球还是联赛制 一周一赛甚至一周多赛 让明星选手们在密集赛程中为奥运会腾出两周时间 并不现实 法国球星姆巴佩有意代表法国出战奥运的新闻由来已久 但她的东家大巴黎态度很明确 不希望她参赛 3.电视转播大战头破血流 过去几届奥运会的电视直播版权收入依然占据大头 如果奥运会和很多热门职业体育赛事同期举行 奥运会将面对商业价值上最直接的PK 一旦正面角力出现损失 下一个合同周期 当转播商和广告商信心开始动摇 不再继续豪赌奥运直播 奥运会能否继续保有过去的含金量令人怀疑 此外奥运会历史上 共三次下奥会未举行 均与战争有关 但因为传染病 疫情等因素当时赛事停办 还没有先例 目前即将显示 东京奥运会还在沿着如期举行的计划推进 不到万不得已 各方不会让大约在冬季变为现实 新京报等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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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